車輛 車輛 刺激吧? 大家別誤會,我不是黏了 或者心情不好找輛車發洩 而是測試這輛全新的 X1 四驅能力 早前受到寶馬邀請 去了一趟奧地利斯全新的 X1 沒錯 正正是本來四四方方不靚者的 X1 斷變成為年輕化亦富有動感的車型 據廠方所說 X車是主打年輕動感路線 上代的 X1 自然不合格 新一代針對性改變 車身變得寬大沉穩 突顯了肌肉線條 被人具有力量的感覺 這位年輕人Calvin 年僅29歲 但已經是這輛新 X1 的設計師 主導整個年輕化的設計過程 即是廣東亞的它 其實是澳洲移民的香港人後代 這是新 BMW X1 最重要的是 這是一個小車 不過那個角色很大隻 是很強勁 又很肯定 所以你已經看到了 這裏是那個 BMW的印象 很大隻 又吵得夠氣 眼睛又夠焦點 它知道它想看什麼 還有下面是 它的形狀是很穩定 即是站得很好 在街上 它說 X系列車款 是以運動和活力而統一 新 X1 正正是符合這個方向而重新設計 大幅提升內裝的實用性 也是重點 尾箱的容量 由上一代的 420 公升 提升至 505 公升 將後排座椅放平之後 更加達到 1550 公升 大自然分殺在這裡 依然還有很多位 裏箱十足豪華味 皮甲座椅 鋼琴七面板都提升了質感 而且腿部空間增長了 37mm 加上空間寬闊 非常舒服 它的座椅包含性很好 我這麼小顆 即是比較矮小 但其實它的座位 都很貼近我的腰邊 所以在我轉彎時 我不會飛來飛來飛去 新的X1不再是後驅 但就有前驅和四驅板 我試駕這一步就是後者 所以才特意找一個空曠的地方測試 攻彎時咬低力優秀 懸掛系統令車身保持堵孔的平衡 推頭 轉向過渡的情況近乎沒有發生 而且不告訴你 它的加速和爆發力簡直與電油車沒有分別 這副2000cc直四turbo 柴油引擎 真是幫到手 香港雖然沒有引入柴油版的計劃 但最基本的前驅版S-Drive 20iA 40 萬都不用 確實有極大的吸引力